今天早上回來 高雄一間替火 乾燥 第一輩子氣是發生火災 警消息出動 很多年紀秋久 火災差不多是兩點鐘打花 並沒有另外受傷 因為空污是造成大療 化的空氣品質不好 事後就更賤獎 要減少出汗 這間工場黑暗一直問出來 在這裡越問越過 曉雯 警官為警官的所在打火 高雄大療工業區 一間印刷電路放在工場 發生大火 曉雯這裡通報後 出動大火的陣列 補水散打火 比面火越大越大 又出動空氣機 由警官的所在 協力 要來將阿火中的情形 明對香港發生的大火 工場的警官官趕緊要把裡面的東西搬出來 讓老闆跟館工 無論理照出來 工場的老闆強調說 大火的地方應該是一條生產線 這條生產線已經停工兩禮拜 二樓一條產線啊 這條產線今天早上有運作嗎 沒有 那個已經兩個禮拜沒運作了 那個槽子是塑膠板啊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起來不知道 要等他們看了才知道 那為什麼會燒得這麼嚴重 你們公司是做什麼的啊 是鋁合金加工 鋁合金加工喔 因為這件工場主要在處理 阿魯米的學金 加上現場有這麼多 屁屁屁屬邊火災的東西 立即發生火災的時候 東西燒起來造成空氣污染 環保鏡也出動 做環境的測試 因為當地頭髮髮風 遇到有這麼的東西 會吹向西蘭平 也會影響大廊庫空氣的品質 這件火災 包括國養市府市長 喝去營養人 都跟去現場指揮和唱歌 結果兩點鐘後會有打花 六間房也覺得很少的機制 因為空氣有染 造成大廊的空氣拼一百 市府建議民眾 都要留在家人 趁難怪好好盡量不要出去 如果有需要出門 就要把房子吹好 或者記者從哈佛特